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然拼经济以实际行动带领熊粉们走访台北各个地下街 发掘台北丰富的美食伴手礼将好康好产品介绍给大家 台北东区地下街进驻好吃好买的商家 吸引许多人潮走逛 台北市观光大使熊赞也特别来此庆祝生日 号召粉丝民众一起到各个地下街挖掘美食好物 台北地下街有个逛 小孩喜欢 你拿到什么 熊赞 熊赞 因为今天是熊赞生日 特地带小孩子来看他 我觉得因为这边人潮还蛮多的蛮适合的 而且也不会说太爆满之类的 可能会活动会进行比较顺利吧 其实他就是蛮干净整洁的 就是招牌明亮啊 就是你要逛什么 其实都还蛮清清楚楚 然后动线也算是蛮 就是还蛮流畅的 我们地下街是非常有特色的 像我们的东方不败的五银茶 平常在这东西上圈 这条街唯一存在超过五年以上 生意非常好 把我们的老菜包子啊 还有我们智慧图书馆 大家可以平常 我们的立民 东西里面很喜欢去那边 吹吹冷静看看书 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面包面 然后一个走到底头的成品薯片 其实东西地下街是蛮丰富的啦 所以大家你看现在人潮非常多 那这几年在付出的时候 这个地下街的包吻呢 地下街的管理中心 也非常的用心在管理这边 那我们逛完之后 我们去哪里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上面的混市集 混市集在这两年呢 其实带了非常多人潮 那我现在大家去走一走 很多问题的商品 让大家知道东西没有没落 东西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辣妹 对不对 对 熊战喜欢辣妹吗 对 她是雷达啦 她是辣妹雷达 你看她来到这里 不能跟我想 不能跟我抢 瓜月都是她的生日月 那我们其实今天熊战 身为观传局的议员 台北市的观光大使 我们就希望今年过年 来度过生日 她能够就是用实际行动 带熊粉们 来我们很多台北市的各个地下街 来把地下街好看的 而且很棒的产品来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欢迎 今天是开始 第一场 所以我们还有九场 欢迎各位熊粉 来跟着熊战 来到每个地下街 来发掘每个地下街的 漂亮 好吃 好玩的地方 很开心哦 今天熊战第一站 就来到我们 东区的商圈 那我想东区商圈是台北市 很重要的一个 商业聚集地也是 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是 有一点点年纪的好朋友们 都会在东区找到自己的货币 所以透过熊战 接下来还有九场 在台北市各个重要的商圈的循环 我们都会希望大家在以后 我们能够出来 走走逛逛买买 好帮熊战 庆生也刺激一下我们台北市的买区 来 准备找路 你个魔力巧 你小才能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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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战带领全场大跳主题曲曲舞 抢西周边民众目光 现场气氛热闹火落 更有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的熊粉 献上生日祝福 熊战借着生日月 在台北商圈地下街巡回 首站出了东区地下街 也到混市集逛逛 邀请民众在一后出门消费 因为以前熊战生日大概就办了粉丝见面会 因为他其实有将近20万的粉丝 忠实粉丝 那我们想说其实疫情这三年来 熊战不要只是自己过生日 他应该也要出来拼经济 帮忙拼经济 所以今年熊战的生日 我们就把它变成生日月 让他在我们台北的一些地下街的商圈 还有重要的商圈 都能够来带着熊粉们 来到各个商圈来拼经济来消费 然后也多透过在走动商圈才发觉 其实台北有非常多的美食 也有很多的伴手礼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想要花钱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 那另外就是其实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在东区 我们都知道像我这种年纪的 第一次要买奢侈品都一定是来这里的 等于是这里是台北的百货的原生地 还有它的巷弄美食 只要任何有新的美食一进来 第一家店都会选这里 所以这也为什么今天熊战 我们把它带来暖壽的地点 就在东区的地下街 对东区没落以来 其实是我们独入非常多的资源进来 来振兴东区 那这一次观传局也带我们的熊站来 我们也蛮高兴蛮惊讶的 因为熊站毕竟有20万的粉丝 那今天在地下街的时候 带来非常多的人潮 那我相信熊站在庆生 一定会让东区带来更多的人潮 进来东西来做消费 熊站庆生活动一直到8月30号 邀请民众一起来追熊 完成指定任务并上传至熊站 脸书粉丝专页指定贴文留言区 还可以抽熊站主题住宿房一晚 熊站造型风扇 熊站运动毛巾 及熊站热气球造型yorka等周边好礼 熊站 熊站熊站熊站 巴口巴口巴口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台北市交通世界裁决所表示 立法院今年4月14号 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制处罚条例修正案 经过交通部及内政部发布交通违规祭典新制 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表示 今年6月30号起实施的交通违规祭典新制 发现很多民众都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特别对外说明 新制一年内祭典达12点 吊扣驾照两个月 经通知祭典吊扣驾照 倘若与其未到案 这时将会进行主销驾照 那它产生的影响不是很大 我特别的警察就是所在做这样的一个简报 因为刚刚提到的吊扣或吊销驾照 或扣牌会影响民众的生计 他可能因为这样没有工作 他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找不到工作也好 因为要驾照 驾照被吊扣了 甚至说车辆可能就吊牌 没办法来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立法院这样的一个新制出来 是基于安全 可是它对于民众的影响 的确是非常大 以往我们都只是罚钱就OK了 可是现在发现 随时都可能就会被祭典 包括我们刚刚刚看到的那个 隐时回归停车 这可能就会被祭典 如果被抓到确定属实的话 所以累积下来如果达到12点 那一年内可能就会这样子 我想 这边能够希望借由媒体来帮我们多多宣传 这个影响力 的确是比以前还更大 这个可能跟各位说明一下 以前我们说车不停让行软 就罚6000 事实上是还要罚3点 还要到安降息 那大概以前都是比较作用 在罚6000块的 但钱我觉得钱可以缴钱 那点数是跟着一辈子 这才是比较重要 整理一些民众经常可能发生的 违规样态对应它的祭典点数 然后做了一个 违规祭典的检表 那浅蓝色的部分呢 是继违规点数的一点的部分 那比较深一点的呢 中蓝的部分是继违规点数2点 那颜色比较深的部分呢 继违规点数3点 那这个部分呢 就方便民众可以了解现在的 违规样态哪些行为是需要祭典的 那祭典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呢 如果说在1年内 祭典数达到12点 驾照就扣了2个月 那如果说在2年内 驾照被调扣2次 又再被祭典的话 它这张驾照就会被吊销 也就是说呢 它可能在2年内 它的违规点数达到25点 那这时候它的驾照就会被我们做吊销 它吊销的话 它就必须要在 跟监理机关来做重考 那如果是当场蓝天的案子 很明确知道驾驶人是谁 然后就可以直接对驾驶人记典 这比较没有问题 那如果像是进行举发的案子呢 我们以这个 超速照相这个案例来讲 民众A 它收到这张罚单 它没有 它没有办理规则 实际驾驶的话 这时候就 这个A有驾照 然后直接就对 这个A车组记违规点数一点 那一样的 它在1年内满12点的话 它驾照会被调扣2个月 那再来有一种情形 如果车主没有驾照 或者是说 这部车是登记公司车 那当然没有办法记点数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针对这个违规车辆 来记违规记录一次 那一年内只要3次 就会调扣牌照2个月 那举个例子来讲呢 像很多家庭 它的车辆是登记泰人的名字 那可能是先生在开车 那这个家庭呢 收到这张超速的罚单 他们过去呢 可能就去超商 或者上网把这张罚单缴掉了 就没有事情 可是未来 如果这个车主是没有驾照 我会记这个 我可以记录一次 一年内3次 扣牌两个月 也就是说 它一年只要3次这种 超速的罚单 它这个牌照就要丢扣2个月 那这个2个月呢 它不能使用这部车 那对一般的家庭来讲 会他们的生活 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 北市裁决所公布三大违规行为 包括违规停车超速 违规零停 违规时将计点数1点 去年总共66万8千多件 占违规行为总数6乘7以上 此外违规超速计点有分3种 其中严重超速一次就计3点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是按照这个 111年大家回归的建数排行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排行下去做 就是你排在前面 就是回归建数比较多 比如说大家比较容易 会被那个祭典到的 这个部分先跟大家说明 那祭典字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年 111年的我们的入案件数是 大约250万件 那去年有寄到违规点数 大概只有7% 18万件寄到7% 那寄点薪资之后呢 过去进行举办案子 因为不确定实际驾驶 没有办法寄点数 再不寄点的部分 这个18% 还有薪资的部分 会增加几项有 寄违规点数的10% 那这些加起来 就达到80万件 也就是说过去只有18万件 那未来新政的祭典部分 会达到80万件 对于民众来讲 我们过去一年只有3000 3000多件 会被 驾照会被调扣或是调销 那未来 这个部分会增加到14000多件 增加了4到5倍 然后影响的程度呢 是绝对是超过万人 所以说很多民众这个部分呢 他可能驾照会 因为这个祭典的违规 会受到驾照 吊扣或吊销的处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次的进点薪资 他新增的几个 计点的条款 像违规 临时停车 还有停车 规规使用车 手持行动电话等等 这些都是民众常见的 违规样判 然后前面这四项呢 就占了新增的97.8% 所以几乎都是集中在 前面这四项 民众常放的违规里面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违规 停车和临时停车的规定 只要在桥梁隧道 人行道 行程穿越道 快车道 交叉路口 公司招户站10公尺 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 或是并排停车等等 这一些 不管是临时停车 或是停车 这都会继 违规解数一点 那另外在消防栓前停车 或者故意顺向方向临庭 这也会近一点 所以总共加起来 是13项的临庭跟违庭 都会继违规点数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故意规定使用灯光的部分 民众常常会忽略 不管是在高速公论 或者是说在一般的道路 跨越区限的时候 没有打方向灯 那这个是给民众很容易忽略的 没有打方向灯 这个部分也是近一点 那这个过去 也是没有继违规点数 那再来看一下 那个手持行动电话驾车 如果民众在开车的时候 手持行动电话 或者是说他用其他类似的 装置功能 郭接通话 这些有影响 驾驶行为的话 这个部分也是 继违规点数一点 那再来是不停障行人的部分 没有停障行人的部分 算是比较严重的违规样台 这个部分是寄到 违规点数三点 值得注意的是 民众受到罚单 如非本人驾驶 请线上办理规则实际驾驶人 另外一年内 祭点达到六点 向监理机关 申请自费道安奖席 可以折扣点数两点 一年内已申请一次违宪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在内政部长林又昌主持下 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 刑事见识中心正式法治化 国际见识专家李昌玉博士 也受邀出席 希望两中心的法治化 让警方不断的精进学能 应付现今高科技犯罪 在内政部长林又昌 政委员罗秉承 警政署长黄明昭 及有华裔神探美玉的国际见识专家 李昌玉博士等人共同主持下 警政署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 与刑事见识中心正式完成法治化 在科技犯罪日益猖獗的现代 牛昌期盼透过教育科技与人士的结合 有效提升科技增防与刑事见识相关技术能力 那在这几年以来 特别是在今年 在行政院的一个支持是下 那我们大举的扩充 这个相关科学的一个设备 以及见识的一个设备 就是我们需要让同仁 能够有好的工具 能够有跟得上时代的工具 来打起犯罪 同时我们也把这样的观念 深入到包括我们警察大学 还有专科学校 我们的警专 我们必须从在学校的时候 就培养我们警务同仁 这样子一个能力跟观念 那这样子 到了第一线服务的时候 就能够接上这个现场的一个实物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工作 医生参与过国内外数十起重大刑案 在国内建设环境建构过程中 贡献卓著的李昌玉博士强调 建设科学只讲求证据 他勤勉年轻一代的警察 能透过AI大数据 结合建设科学及资讯科技 让大家更相信法治 科学一天的建步 日行月移 我们从事警政 建设的工作人员 一定要跟上时代 不能再回到原始的时候 将来的人工智慧大数据库 一定要利用上 怎么样结合建设科学 警政的新科技 跟资讯的新科技 整个结合 给社会更安全 给全国的人民感觉到自然 他们相信司法制度 相信我们的警政制度 相信国家 完全在你们年轻的一代 除了协助刑事局 两中心法制化 政委员罗秉承表示 行政院接下来将推动 建立执法单位 张政务管理的智能库房 及国家司法科学研究院 希望进一步提升 台湾刑事见识科学 让执法人员有手持电话的APP 可以连线让这些的 政务链的管理完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如果确保政务的真实性 跟同一性 几乎是你后面 建设工作的基础工程 那这个基础工程 已经启动了 行政院也已经核定了 我相信在过几年 我们各地的这个智能库房 都可以建立好 刑事局方面表示 两中心法制化后 科技防治中心负责网络犯罪 通讯侦查 大数据分析 建设中心则负责生物激震 检测DNA等工作 两中心除了持续合作 也将推动相关增防策略 统合跨领域侦查资源 及精进技术培育专业人才 有效提升侦查量能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事 2023浮轮台北城市创意公益路跑 以世界创作希望为主题 邀集万人11月26日 在总统府前广场起跑 2023浮轮台北城市创意公益路跑 3 2 1 台北国际浮轮年会地主筹备委员会 卸三联主委与国际浮轮六地区总监 以及活动总召集人 及台北市体育局长等贵宾 一同为浮轮社年度运动盛会 揭开活动序幕 2023浮轮台北城市创意公益路跑 活动将号召万人参与 一起为世界创造希望而跑 11月26号那天 我们希望有16000位的浮轮人跟民众 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有分成两个赛事 有入门款3公里 跟赛事的12.5公里的两个方式 我们这次的活动除了第一个是为了2026 国际浮轮世界年会在台北而西跑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浮轮社 有各位都知道 我们最大的就是在关心弱势团体 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公益 也为呼吁民众的健康走出户外 然后我们这一次所有路跑的节鱼款 会做成我们六个地区所有社会服务的公益款 为世界创造希望而跑 陈志邀请 新北市 基隆市 宜蘭县 花莲县 我们3490B区的社友 保存券 小胡伦 一起来为世界创造希望 为我们的健康而跑 为公益而跑 为 国际浮轮 2026世界年会在台北起跑 谢谢 活动部分所得 将由各地区浮轮社 运用于社会公益服务 同时也为即将在台北举办的 2026年国际浮轮世界年会 进行暖身 因为我身为HOC的这个主委 我希望我们所有 北部六个地区的总监 以及社友 还有大叔们 还有民众们都能来参加 为我们的健康而跑 为我们的国际浮轮联会而跑 2026国际浮轮联会 我们原则上一级会有 超过130个国家的人 原则上会有超过5万人的 这个社友还有保健们来参加 所以这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活动 所以不但可以我们提升台湾的能见度 可以让全世界的社友看到台北 来台北做一个很好一个宣传 2023浮轮台北城市创意工艺路跑 将于11月26号 在总统府前广场起跑 即日起至9月10号开放报名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领浮会台北报道 广场地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绝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商业处未来要推广 士林夜市和万华商圈的特色 与在地200间特色店家合作 推出了告白强悍特色应援车 完成任务就有机会获得应援金 旺华商圈内的龙山寺 有远近驰名的月老 还有景陵算命街与结缘品产业聚落 加上美食景点 是喜欢复古情调的情侣约会圣地 而士林夜市多元的服饰 与恋爱主题登市 是伴侣制造回忆的好去处 两处商圈形成了独特的爱情产业链 台北市商业处就集结两地200多间特色店家 打造台卫浪漫应援团 为民众送上优惠与好礼 这个奥哥也是在我们士林大北路 跟我们刚刚的老板一样 这个都是被客制化的发生 都是一些年轻情侣 去秀我们对方的名字 然后一起在逛街 就是情侣化 不同颜色 不是来逛街的时候就可以带 出去的时候就可以带 情侣化也是客制化的 再来就是 你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 就是我们士林的摩曼盾 摩曼盾的第一家店面就是在我们士林 大东东大南路 第一家起见店就是在我们士林 现在过展到全台湾好像要在国家 这两双是情侣鞋 情侣鞋 然后情侣之后 这是小朋友的小朋友 就又加油了 然后我们 活动期间 摩曼盾有提供七折券 摩曼盾有提供七折刀 打七折应该很有感 摩曼盾这些都是一些第二代 甚至穿越是第四代 第四代的年轻人回乡 所以我们非常沉喜他们 也希望来跟回来 跟大家一起共同打拼 那像这个 这个 不是 好吉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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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吉安在那边 那现在他们都 现在他们也要追上手摇引了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喜欢喝手摇引 但是这个青草茶 他们是希望透过手摇引的方式 你看现在的包装度 跟以前的非常不一样 非常年轻化 那刚才 我们也不能输 刚才那些苏理事长讲的 爱谁赢啊 我们叫尹本 哇 真假好 这个阿板赢得很容易 那这个是我们高文工理事长的 三朝白饭的 这个真的是 差不多七十年的 六七十年的 以前只要去武昌街 武昌街 武昌街 去那边看电影的话 没有人没有吃过这个鸡 哇 好棒喔 对 就去里面吃 活动从8月11号到27号 每周五六日 在万华蒙甲公园 星象广场 及士林慈贤公广场 设置浪漫应援车 宇告白墙 还有拍照打卡区 为您记录美好时刻 士林夜市商圈 跟万华商圈 是我们台北市啊 非常具有历史 而且名气非常大的这个商圈 那不管是 我们万华夜市旁边的龙山市 旁边的算命街 或者是捷远商品的这个 商店 或者是我们年轻朋友 非常喜欢去的士林夜市商圈等等 其实啊 都是我们年轻朋友 非常喜欢到的地方 刚才数理上讲的非常好 这个其实如果能够促进 我们的市民都能够找到好的伴侣 并且都能够结婚的话 其实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 那我要在这里借这个机会 告诉大家 这次的活动啊 大概超过了200家的这个商店 来配合 那我们组成了台卫浪漫 一年船 一年船 就希望 呃 全国各地 不止台北市啊 所有的有情人 都能够忠诚眷属 尤其台北市长 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如果在台北市忠诚眷属之后呢 呃 刚才理事长提到的 呃 泡完温泉之后拍婚纱 婚纱之后当然就结婚了 那结婚之后呢 就会怀孕 我们台北市有好运专车 哈 八千块 从怀孕开始到生产之后 半年都可以使用 不管是去做产检 或者是这个回去做复诊 或者是出去扇心 都可以做这个计程车 哦 那个是市政府来鼓励的 那怀孕之后 大家知道会做什么事吗 就生产 生育补助啊 四万 四万 五万 应该是全国最高 所以这是台北市市民的无力 哈 那这个小小朋友生出来之后呢 要脱英嘛 市政府有很好的 脱英补助的这个措施 不管是设备 还有补助 其实都非常好 那再来要做什么 脱育 长大一点点准备脱育 脱育市政府 官员市长就任之后 也提高了脱育的补助 那零零种种 一直到 这个敬老礼金 好所以啊 在台北市啊 我们希望说 台北市的市民们 可以在这里 结成这个 美满因缘 然后能够 终其一直在台北发展 那台北市政府 在我们幸福市长 蔣万人带领下 我们会自力 来营造一个 幸福快乐的环境 那台北市因为是 属于地下人仇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呢 呃 两个商圈 三个商圈 做一起行销 那这次非常感谢 那个市民夜市 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行销 那跟旺华 那最大的相同点就是 我们的小吃 都是非常的多 市里夜市是 国际知名的夜市 从五十年前到现在 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那旺华当然是一个 台北最早开发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小吃美食 也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的小吃美食的串联 能够把我们的那个商圈能够带出去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各位理事长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能够搶搶联手 把我们的商圈做得更好 那这样才能发挥一加一大一二的精神 那我想我们的商业处也是非常乐意见到这个 这个我们强小联手这一块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同的携手合作 抛开自己的一些包袱 那商业处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把商圈做大 那把台北市的商圈行销出去 我们这次商业处所主办的这个活动 市林跟万华第一次结合 那我刚刚看到我们水美姐 跟我们爱国东路的那个理事长 应该这个四个商圈结合的话 应该更有意思 我们水美姐可以提供那个住宿券 那个爱国东路可以来拍婚纱照 市林在周遭有十几所公私立大学高中 很多学生的初吻初恋当初学生时代 就是在市林发生的 所以说这次这个主题 可应该在我们市林万华 应该在今年这个活动期间 应该会促成更多的情侣产生 那这次的活动 我们商业处也提供了很丰富的优惠活动 还有那个现金券折价券 可以促使很多鼓励很多年轻情侣 来逛夜市 然后来交往 希望说下次如果有机会有这个主题的话 可以把那个北投温泉 还有爱国东路婚纱街 拉进来 变一条龙 在我们那边先恋爱 在我们商圈先恋爱 然后接着去北楼洗温泉住宿 然后去拍婚纱 去条龙服务 好 欢迎各位来到市林夜市 来往那边旅游购物吃小吃 完成指定告白任务 还可以获得限量浪漫应援金和商品优惠券 学生们凭学生证 还可以在加码领取商圈特色商品组成的限量附带 欢迎民政为自己制造浪漫回忆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成年礼是祝贺青年朋友成年 迈向崭新人生的重要仪式 台北市内湖区成年礼活动 特别安排茶道文化体验 透过奉茶 让礼生向父母表达浓浓的感恩之情 而在传承礼部分 则有家长将准备了16年的期待印 送给子女让人动容 担任主理者的台北市内湖区区区长林敏忠及上宾 台北市内湖区民俗文会会长谢春喜 与台下家长一起为礼生披上智慧金 这是台北市内湖区成年礼活动 透过传统文化传承仪式 祝福并期许参与的青年学子 能勇敢面对未来挑战 自信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虽然成年礼只是一个过程 那这主要是他们要认知 他们所有以后开始做的任何事情 都要自己负责任 那我是希望他们现在能够 都培养自己的格局跟高度 那这样子才能够把以后做事情 做任何事情 才能够有一个明辨是非 甚至独断的一个精神 那不会匆忙忙壮的一些做一些决定 那来遗憾中生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 在茶室指导下 李生尝试用茶具泡茶 并奉茶给父母亲 内湖成年礼活动 今年特别结合茶道文化体验 向李生借由温热的茶汤 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和满满的爱 茶传递心意这个在自古以来很久 所以我们在茶山常常会强调 有奉茶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的过程 把这样心意圆满的传递给家长 他的爸爸妈妈 那这样的话就是 感谢爸爸妈妈奉养到他成年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茶来做圆满 这一场成年礼活动 吸引了40组亲子报名 参加的家长与李生 都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朋友介绍 然后其实还蛮有意义的 得让孩子感受到 就是成长的一个阶段 就是因为朋友也有来 所以就感觉好像蛮好玩的 对 我长大了这样 李生与家长也分别 撰写感谢卡与免利卡 透过文字向对方表达 深深的感恩与满满的祝福 就看到自己的孩子即将成年 其实会觉得从小小一个这样子 然后到现在长这么大 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 然后我们期待他未来的人生 能够由他自己来决定 他想要走的路 然后希望他一切快乐 顺利 这是我们对他最大的期待 很谢谢你的 谢谢你帮我买很多东西 谢谢你帮我做很多事情 然后 然后好像在我身上花了蛮多钱 我也不能确定 是不是100%会有回报 但是我会努力的 现场家长还送给李生传承礼 有的是项链 还有家长眼眶泛红的将16年前 女儿出生的几代与胎毛做成印章送给女儿 这项准备了16年的礼物让人动容 希望他可以知道自从他呱呱坠地之后 他的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细节都是被我们很珍惜很珍视的 然后我希望在成年里之后呢 我是期望他不求世事顺利 但是他遇到事情都能够增加信心和勇气 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很感谢我妈妈 然后也谢谢妈妈的祝福 包括台北市议员李燕秀 及内湖区多位里长都出席这项很有意义的成年里活动 也对即将迈入人生展新阶段的礼生给予祝福 在新移民古真老师伴奏下 内湖区公所期盼透过温馨隆重的成年里仪式 祝贺青年学子长大成人 乐观自信开创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庆祝成立29年 包括了伯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伯雄 国建署署长吴钊君 以及长期支持干机会的一届人士艺人都到场参与 还有患干病友全家出席庆生 场面盛大温馨 干机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 与伯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伯雄 还有众多支持干机会的各界人士 以及患干重生病友及家属 为干机会成立29周年 一同欢唱生日快乐歌 许金川表示 在各界努力下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已雕出国人十大死因之外 但每年仍有1.2万人 因肝硬化或肝癌死亡 因此干机会在2021年3月推动 今年超了煤 国民赴超十年计划 呼吁全民一起來保肝 今天29年 虽然有肝病由国病退出变第二名 慢性肝病 肝硬化 变成十大死因之外 变成第二名 但是各位可能还不晓得 我们还是每年有1万2千人 因为肝硬化其他肝病 肝癌而死亡 其中包括7千人的肝癌 5千人的肝硬化 这个原因就是肝脏内部没有痛的神经 等到不舒服再找医生做超音波 做检查的时候来不及了 所以对我们今年37岁以后 打过疫苗的新生儿来讲 我们的肝病防治是成功的一半 但是另外一半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 旧台湾人就是疫苗还没有发明的年代 我们这些旧台湾人 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可能是我们的同胞 可能是偏远地址民众 他们都是等到干屁莫起才发现 才求意都来不及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三年前 要发动全岛易干的目的 就是至少我们台湾的国家 每年至少要做一个超音波 万一我们肝脏整出肿瘤 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那我们也知道目前最主要的是B肝跟C肝 那么这些病毒性的肝病呢 我们要消灭它 一定要找出来到底哪一些国人 是B肝或C肝的代员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一旦知道自己我们B肝或C肝代员 一定要有所行动 也就要出来追踪 檢查 包括抽血跟超音波 最后要及早治疗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超音波 就是我们最近从2021年 开始推这个全民护操运动 就是因为这个是了解我们肝病 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你抽血正常 包括肝功能跟胎儿蛋白正常 不代表肝没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做超音波 所以我们未来呢 还是以这个为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 第一个要鼓励国人主动筛检 第二个要定期 而且要长期追踪 必要的时候要及早接受治疗 那么未来呢 我们把病毒性肝病消灭以后 现在国人最重要的是脂肪肝 脂肪肝这个部分呢 是未来的国病 我们都要继续去消灭它 不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议题 现场还由台大医学院院长李衍玄 颁发好心肝 紧于医疗贡献奖给李柏黄教授 患肝重生艺人石英 也亲自献花感谢李教授 同时还颁发杰出研究奖 给张美慧教授 卫福部国健署署长吴昭君 也特别前来感谢肝机会 以及所有为肝病防治贡献的一届人士 那台湾呢在大家的努力 特别是在座很多前辈 贵宾的呼吁跟建议 那政府在106年开始 把这个肝病的治疗 要纳入健保的几乎 更在2017宣示了 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消除吸干这样的一个目标 2030能够把米干清除 那么这样的一个目标定了以后 我想我们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忙跟协助 健保在从106到现在 我们投入了大概400多亿的经费 那国民健康署从过去98年之前 10年的筛检量大概只有80万左右 那么从99年9月开放前面筛检的时候 然后45岁以上都能够提供米干的一个筛检 那么我们到目前 总共筛了超过500万人 那里WHO的目标 也跟在座的关心的人做一个报告 那么我们希望 2025年能够清除吸干inemission的时候 我们目标的治疗出行到今年度的5月底 我们总共治疗了18万1000多人 我们要达到目标 或许还有5.1万人必须要找出来 希望能够在2030能够呼应WHO的目标 活动中护理人员的小朋友以及艺人 一同演唱歌曲 感谢干机会团队29年来 一步一脚印为台湾干苦人圆梦 干机会也期盼更多好朋友 加入全岛一干 今年超了煤 全民复超总动员行列 早日达成消灭干病的目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俗行 支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基隆2023超跑江年华在金融港东岸地区举行 市府指出100多辆的超跑 展现金融港都城市的开放与创新活力 这是超跑直线加速秀 0到200公尺的加速魅力 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真的大家都蛮开心的 希望政府可以多实施 过去都是在南部旁边 中南部跟东部居多 都在东部居多 对 基隆2023超跑江年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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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透过赛车的这个活动 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 也能够带动地方商圈的繁荣 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以及相关的各个局处 以及地方的民意代表 大家全力的来支持共襄盛举 这次基隆超跑江年华在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 与中正路南向车道举行 现场有赛车女郎挥舞着旗帜 为活动增加青春与动感 现场有精彩的超跑直线加速秀 超跑静态展 以及在地的文创产业市集 希望用活动来提升国际港都基隆的知名度 这个活动也吸引许多民众来现场体验 开心的跟超跑拍照打卡 开幕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许多市议员、市政府与港务公司等主管 都到场参加 感受基隆不一样的开放与活力 超跑加年华就是加年华在过去疫情的当中 他全力在台湾全国各地推动的非常成功的活动 你们年轻人要记住一句话 有钱不可以任性 随便去买车、买炒跑、买蓝宝基尼 买什么最好的车 也可以拿铁那种 要有个人你要知道 开什么样的车 要有什么样的技术 其实我一直在呼吁强调 要告诉你们 要有正确的观念 才能减少最大的伤害 所以我很希望 年轻人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 让你们有正确的观念 大家以后开了好车 才有非常好的检讨 你们说对不对 好不好 好 我们运用刚完成的这一栋东岸旅运中心 在室内我们可以做静态的一个超跑展演 那刚好在旁边就有基丁 中正路可以做超跑的一个动态 我想说我们总会真的非常有眼光 飘到这个地方 那刚刚我们主持人特别介绍 我们跟委托行结合在三楼 会做一个市集 那在三楼可以整个看我们基隆港 非常的漂亮 我们基隆港在我们这几年 我们行政院跟我们基隆市的推动之下 我们硬体建设都已经陆续完工 那最后我还是要代表市府 谢谢包括我们总会 包括我们基隆港务分公司 以及我们全体的一个市府同等 让我们这一次活动能顺利来推动 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特别危险 而在基隆 从来没有一个海港城市 敢在海边的主要道路上面 办超跑活动 所以我们基隆算是 与其说是海港城市 倒不如说我们很敢尝试 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 那其实某个程度上也符合了未来 有关观光上面的一些元素 我们都知道好莱坞 现在不管是玩命关头 已经做到第十集了 从一般的改车 变成现在发到太空上面去 所以这证明说 超跑文化慢慢的 已经不是只有说有钱人的文化 而是一般人也可以接受 而把超跑文化的元素 放进我们城市的观光里面 我认为在未来 不是只有在台湾 不是只有在亚洲 而在全世界 会变成一个新的亮点 超跑嘉年华的现场 吸引许多民众 全家出动来体验 北台湾少见的超跑嘉年华 让基隆这个国际港都 增添许多开放潮流的海港魅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而这一场超跑嘉年华 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民众 和亲子家庭一起来看超跑 饭店也跟着社会 住房率大幅提升 一台又一台酷炫的超跑 在长文桂冠酒店前方的 中正路起跑点 一路往前奔驰 进行0-200公尺的直线加速动态秀 这场首度在北台湾登场的 基隆超跑嘉年华 共有超过百辆超跑来到现场 吸引许多超跑迷近距离观赏 东岸旅运中心楼上更是挤满了民众 还有许多自媒体也来拍摄 宣传这个活动 观光饭店也跟着社会 住房率大幅提升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喜欢车子的观众越来越多 那比如说年轻的族群 喜欢车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呢 只要可以带动年轻人 对于这个区块的重视 我相信基隆市的观光一定会越来越 就是繁华 所以我也希望呢 就是可以藉由自己的一份力量 去帮忙我们基隆去推广 类似这样子的运动 非常非常的棒 难得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超跑啊 诶 住淡水 住台北 诶 那觉得说在基隆可以看到超跑活动 是不是觉得还不错 对啊对啊 这还不错的活动啊 就走走看看得不错啊 天气也满适合的 就很兴奋啊 觉得小朋友很喜欢 很开心 从哪里来的 基隆 谢谢 02加速赛啊 对啊 就想看看各大跑车 就是奔驰的状况 因为今年 呃大部分的客人都选择出国 在暑假这段时间 虽然是忘记 但是订房时间都是安排在三日前才订房 那这个活动因为相关的工作人员 以及旅游的来客都会在半年前都已经知道这个活动要在基隆进行 所以都提前订房 那提前订房的速度大概是从两周到半年前就开始预定了 那饭店的相关自助餐的还有桌菜的来客数也都提前订餐到客满的一个状态 饭店业者说感谢这次超跑活动带来的效益 也期待未来在平日或淡季能有更多活动来到基隆 持续带动所有的观光产业 针对这一次的活动来说 饭店都非常乐见 市政府举办更多相关的活动 如果在淡季的时刻 比如说秋季或是在冬季的时候呢 市政府能够举办更多的行销活动 或是跟地方文化相关的活动 来引进各地的旅客到基隆观光 相信这也是在地旅游业者乐见其成的事 透过这场超跑嘉年华活动 吸引各地民众来看超跑逛基隆吃美食 度过了快乐的周末假日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官销处今年规划了浪漫七夕烟火秀 在基隆市文化中吸引施放烟火 300秒的小美人鱼主题烟火 吸引了上万民众挤爆市区 中文化的高速冬季 有勇竟断火 中文化的高速冬季 竟然是脱了 现在是敌人的高速冬季 还是在开水道 人的高速冬季 天联机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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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很棒啊 謝謝 然後 可以形容一下 在基隆港邊看英國是怎麼樣的感覺 還蠻舒服的 對 而且第一次辦這種 就是 大型的 吸引蠻多遊客 我是新北人 我是金三 金三是我嗎 他啦 他是基隆的 今天主題好像聽說是小美的雨 你也知道 有聽說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小朋友就很嗨 畫面上都是來觀賞 浪漫七夕煙火秀的民眾 全家總動員 因此國門廣場 海洋廣場 與東岸商場 整個基隆內港郎帶 滿滿的都是人潮 很多民眾都說 人潮多到超無想像 應該有超過上萬人 煙火秀 會吸引了很多外地遊客來基隆 欣賞 除了逛我們基隆的夜市以外 並留在我們基隆 多留一點時間 看看我們的煙火 而搭配煙火秀 在海洋廣場舉辦的 按讚留言分享 送香氛蠟燭活動 也得到非常大的回響 很受歡迎 基隆市長謝國良 也在活動現場來關心 以便因應各種突發狀況 市長說週末假日兩個新活動 引起地方熱烈的意見討論 中原季引進新的文化體育 以及更多的觀光的一些活動跟方向 一定是未來我們繼續要做的 那如果大家覺得有一些地方需要改進 需要調整的 我們都還可以來繼續的做微調 舉例如果大家對於超跑有意見 我們可以改電動車 電動車也是未來本府要推動的趨勢 無論是電動車或電動機車 如果大家覺得東岸中正路會打結 但因為東岸中正路比較靠近觀光的人潮 我們也可以把它移到西岸去 讓西岸這邊可以引進更多的人來遊玩 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去嘗試做一些新的觀光旅遊活動 這個是我們的方向 但是我們就這一次辦活動結束後 我們會滾動式的檢討 希望能夠把未來的觀光辦得更好 比如說昨天在看完煙火以後 就有人跟我們說煙火很棒 大家看了很感動 那我們就會說好 如果大家喜歡 明年我們就會有多幾場煙火 而且希望煙火的特色跟它的設計 也要有所不一樣 所以我想沒有事情是完美的 那我們是想要做更多 更好的觀光娛樂活動在激動 所以我們會繼續的來調整我們的方向 記者黃日生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歡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